好了有民众呢拍到某社区大楼呢 突然间有住户丢出了一张椅子 蹦的一身呢铁椅直接掉到中庭哦 底下呢还有民众哦 差一点就被K到了 赶紧呢闪到一边去 同时呢也立刻报案 警方到场之后呢 发现啊原来是有一名住户 从七楼丢出了椅子 而且呢他当下呢还在七楼的阳台大声咆哮 被远警呢立即的喝斥 并且要求这一名住户呢 下楼来说明一下 到底为什么要乱丢椅子 结果没想到呢 这名住户下楼之后呢 情绪还是相当的失控 对警察咆哮 甚至呢还对远警入骂 严刑失控 当下呢也被警方呢 直接依公共危险现刑犯逮捕正办 只是到底为什么好端端的 要乱丢椅子呢 警方表示哦 这名女性住户 因为最近心情不好 原因是因为呢 他觉得弟弟不成才 一气之下呢 就把椅子呢 从家里面给丢出去 全案呢被依涉嫌公共危险 妨害公务罪呢 移送台中地检署正办 以上最新消息